今天给大家分享杏鲍菇非常简长的做法 好吃,好看,寓意好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韩厨艺 杏鲍菇一般都是炒着吃,凉拌着吃 那今天这个做法呢,既好看又好吃 给它放入油锅里面炸一炸 上桌就是一道很受欢迎的年夜菜 寓意着花开富贵,一年更比一年好 首先准备杏鲍菇放入碗中 加少许的清水,把杏鲍菇给它打湿 再往上面撒一些食盐 均匀地搓一搓 这样可以把杏鲍菇上面肉眼看不到的脏东西 可很好的搓下来 洗得更干净 杏鲍菇要选择这种嫩一点的 而且大小相等一点的 这样做出来的产品才会更好看 每一个都搓均匀之后 用流动水冲洗干净 放菜板上 切掉头和尾 头和尾不要扔,留着炒着吃 再给它切成小段 像视频中这样就行 然后取一双筷子 放在杏鲍菇的两端 再给它切成片 放筷子是为了不把底部切断 再转过来切成条 像这样就可以 摆入盘中 接着往中打入两个鸡蛋 加一勺白醋去腥 搅拌散开 一定要多打一会儿 把鸡蛋打散一点 放一边备用 再准备一袋淀粉 倒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锅中加入清水 把它烧开 水开之后 加一勺盐入点底味 再把杏鲍菇倒进去 焯水两分钟 焯一下水 能使杏鲍菇吃起来 更加的营养又健康 然后捞出来 放入凉水中 再捞出来 几个水分 摆入盘中 取一个放在鸡蛋液里面 裹上一层鸡蛋液 再放入淀粉里面 裹上一层淀粉 再抖一抖上面的淀粉 摆入盘中 跟着锅里面加入多一点的油 把油温烧至插上一双筷子 周围能够起小泡泡就可以 再把杏鲍菇放进去 花的一面朝下 使其先定型 定型之后 给它翻面 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了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 帮忙转发一下吧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非常的感谢 过程中多翻几次面 把杏鲍菇炸至金黄酥脆 像这样就可以 每一朵都要金黄金黄的 夹出来控油 然后来调个料汁 加一勺香醋 两勺白糖 一大勺番茄酱 这样调出来的料汁 吃起来酸酸甜甜的 会非常的有食欲 搅拌均匀之后 倒入锅中 小火慢慢地翻炒 把它炒至粘稠 像这样就行 盛出来 浇在杏鲍菇上面 色有香味既全的 看起来就特别的好吃 一盘好吃 又好看的炸杏鲍菇 就做好了 吃起来酥脆酸甜可口 香而不腻 每一朵杏鲍菇都像一朵盛开的花 在过年的时候吃 还有一个很好的寓意 寓意着花开富贵 一年更比一年好 用简单的食材 就能做出一道高端大气的年夜菜来吃 上桌就是一道大印菜 真的是很受欢迎 好了 今天的家常菜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做的家常菜 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收藏起来 给我点个关注吧 我是小韩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